上大了嘛 刚才应该给点的大的那个 看那火鸡刀真假厨子说 淮阳春568 红烧吃的时候19块钱一个 非常的软 非常的嫩 里边有马蹄 口外是一个鲜甜口 这个红烧 比北方普通做红烧的甜口要大一点点 挺好吃 挺好吃 这个好吃 小红烧烧128还是得拌一下 咱家这个香菜太大了 第一大特点就是他们家这个烧烧的口感特别有弹性 但是就是他们家没吃出那个胡椒粉的那个味儿 它炒的这个咸甜口非常好吃 带着那上面那个丝油的蒜味 这个鲜鱼的口感太好了 这个口感可不是随便便就能弄出来的 真地道 大煮干司48块钱 还是都泡着点比较好吃 这是花香菜最有名的代表菜了 炒一口汤 汤是鸡汤的咸咸烤 干司切的薛味有点粗 有点影响口感了 我们那会儿老师要求我们切一个豆腐干 大概这一公分吧 要切20片 它得切的确实有点粗 冬锅肘子60块钱 少闹了吗 刚才应该给点的大的那个 这60块钱小的 我倒一块瓶 肘子里边有个枣 我再吃块肉 这肘子炖的好辣啊 红烧烤 但是它这个甜味比一般的重一点 你能吃出的那股甜味里的 带着一点点的那个红枣的香味 这个冬锅肘子除了小一点 没什么毛病 拆毁鲜鱼头 156块钱 这可是有名的啊 扬州我们三大头之一了 鱼头 鱼头好嫩 我闯一口汁啊 精华火腿 不是那个熟火腿啊 咸鲜烤带有一点点花雕酒的酒香 它底下还垫着那个冬笋 一点点这个鱼的腥味都没有了 这个鱼头好吃 我本来不是特别爱吃鲷鱼 我就是觉得它腥 然后那种小菜还多 蟹粉豆腐 78块钱 出了一点点蟹粉的味道和姜的味道 啥味没有 它连鲜蛋口都没有 不好说 我有点接受不了了 就完全没有咸鲜蛋口 蟹粉的味道 姜丝的味道 上开炒面 30块钱 点心这个酱油炒面的味道 它应该使的是那种红油味 挺好吃的炒的 最怕能炒面30块钱也行 吃饱了 做总结啊 拆绘鲜鱼头 显无善户 可见可见 非常好 蟹粉豆腐确实没味儿 不太好吃 剩下菜没啥饱味 他们家真的就传统菜 那些有名的菜 菜单上该有全有 让你选择性很大 光一个扇鱼 他们家有7种 还是8种制作方法 不像某些店 要啥没啥 全都拿小条贴上 炒菜的水平水准 也是比较高的 好吃